善能够奉献,悟能够改过 这样的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徒决定有份 如果断卧修善,又能立一切相 念念不立清净心 这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在时报状怨中 所以经上讲,娑婆世界修行一天 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你们想想看这个话什么意思 细心想来,极乐世界修行 比这个娑婆世界修行 比极乐世界还殊胜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了 你要会比极乐世界殊胜 不会 那就云云不如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有进无退 进步的非常缓慢 苏婆世界是大进大退 会的人大幅度的进步 不会的人是大幅度的退转 这是大进大退 极乐世界是有进无退 但是很缓慢 我们明白这些道理 知道事实真相要会 利用短短的机缘 要大幅度的进进 感谢大家 等会儿 谢谢大家